如果是说中韩建交三十周年的片段的话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说不完的连续剧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在我作为平昌冬奥会的火炬手的时候 邀请韩国的国民诗人罗泰柱 让他写一首为冬奥加油的诗 结果他写的片段和最高潮的部分是 平昌加油 北京加油 中韩友好加油 我并没有要求他 而且当时随着我助跑的那些中韩两国的志愿者 大家都在一起欢呼 平昌加油 北京加油 中韩友好加油 我想那个冬天给我的这种温暖 是我非常难忘的一个瞬间 我还记得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中韩两国一直在互赠防疫物资 就正当大家在给中国寄送防疫物资的时候 韩国也发生了疫情 当时我记得所有的人几乎都在互相争取能够得到防疫物资 而已经到达仁川港 将要捐赠给甘肃 贵州和青海的物资 却得到了青海 甘肃来的电话 他们说现在韩国的疫情爆发了 韩国朋友更需要 让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防疫物资 发给大秋 发给中青南道和韩国需要的地方 我想这就是秋史先生在《遂寒图》上的那一种情节吧 《遂寒松柏》之间的中韩兄弟情谊 我想这个场面是我非常非常难忘的 《遂寒松柏》之间的情节